哈德斯要再快 应该也就是某一方面的启动速度啊 包括跟随时的这种速度 也没有菲尔德快 所以双方的这个重点呢 其实是对不上的 菲尔德 这个角色不好当 抢断 菲尔德 转换 好球 全部是单分球啊 基本上打不到篮下去 哦 船的漂亮 船的漂亮 两队就是各种3D 抽三十分能防 完全靠身高优势打呀 但是是迷你3D 哈德森 三分 没劲 呦 菲尔德这球上得真快啊 球 阿卜杜利用身高打成一个 这就是菲尔德在场上 虽然只有1米75在那里 完全是身高优势啊 打得非常有针对性 两队打得非常有针对性 嗯 新疆可能也在希望能够增加自己的进攻的范围 全球失误 菲尔德上球真快 2加1 哈德森 哈德森 本场比赛的第1次犯规 哇 这菲尔德上球太快了啊 新疆往回队停止坏人 这一阶 因为外线只进了一个 二加1打中 这边也是很强性 呃 梁宁在这边 外线只进了一个 很多都是来自于巴斯在禁区里的得分 所以辽宁现在 其实整个新疆队经常外线都不准啊 可兰来坐刘志轩 呃 这是阿布杜来坐刘志轩 绕前方 孙东霖外线 3分 孙东霖其实并不太经常出手啊 嗯 上下来又是新疆的转换 太难了 菲尔德2打1 翻到篮下 阿布杜好球 赶紧回去防守 看个新疆啊 上球非常快非常漂亮 哇 菲尔德这个上球太快了啊 你看阿布杜 至关重要的时刻 有夹击 往外给 往最后给到篮下 好球 漂亮的时候传得好 阿布杜沙拉木 对 面对了 做一个打一个背掩护 还是想得给低位 嗯 打错位 阿布杜 好球 26分啊 全队第一得分点 篮板球 上下来 郭尔罗往前传 时间不多了 三秒钟 三秒钟 看看这一个 三分吧 没有能够命中 这样呢 全场比赛结束 好球